看别人不顺眼,我们该怎么办? 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看不光的人 当你看见这种人,就会生起烦躁 为什么会是这样? 其实是因为对方的行为和语言 与你自己的标准和要求不一样 于是,我们就会给别人设置一个限制 你不按照我的这个设置出现 你就是不顺眼的 往往我们看到什么,都是我们自己内心的认定 而并不是真实的那个 你眼里看到,就是你自己的内心世界 你心里有什么,你就会看到什么 所以,我们要修自己的内心 要去掉心中的我执,我吗 当你的心,无有分别,变得圆融的时候 你也就看谁不顺眼